打开电视手机各种讯息不断涌入 民众眼球忙着接收大脑真的能消化吗 新冠肺炎疫情发烧全民防疫期 除了一开始的口罩之乱 后来又传出卫生纸囤货 连大卖场也涌入抢购人潮 引发这些社会乱象的原因 民众认为就是假讯息太多 因为资讯很多 可是资讯也不是很明确 然后导致大家无所适从 对然后有很多莫名的恐慌 纸浆还是什么原料是一起的 所以要大家鼓励大家购买卫生纸 我觉得那样的讯息有被政府有看到 然后并且有去罚款 防范这样的讯息传播 我觉得是好的 为了替消费者权益把关 在防疫期间 消机会南区分会委员洪惠阳教授 除了主动搜集媒体报道讯息 也针对内容进行实验 希望透过亲身测试 将结果分享给社会大众 同时也呼吁大家 一定要慎选新闻讯息的来源 消机会在消费者杂志里面 最近这两期都有报道 那个新冠病毒怎么防疫 有一些相关的防疫资讯 其实都还蛮好的 真的值得一般的民众 一起来参考 如果说你的这个消息 你经由你的LINE 经由你的脸书 你这些通信软体 然后你传播给其他的人的话 其实你也兼聚了一个 我们把它叫公民新闻这样子 这种所谓公民记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必须是百分之百的查证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为了协助阅听者有辨别讯息真伪的观念 清联港督有线电视 除了与大学相关科系合作 制播媒体试读专题报道 也举办多场宣导活动 希望加强社会阅听人 媒体试读的素养 不转传假讯息 也不被垃圾讯息所影响 记者李正道黄莱均 高雄报道